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光学作用,我是Solen 树苗是绘画的基础,是用黑白灰来刻画物体的轮廓与光影的变化 而在摄影中,布光用光通常会用到光影的变化来营造物体的立体感与质感 与树苗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上一期中,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利用轮廓光在黑色的背景中拍出深色的物品 这次恰恰相反,与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利用黑白灰的光影的变化 在白色的场景中拍出浅色的产品,拍出盛似素描的感觉 来,看我们如何用光表达 因为我们要还原素描的那种自然的光感 所以我们只在画面的一侧进行曝光 大家看到,这次我们的桌面和背景用到的都是白纸 桌面上的陶瓷器皿错落的摆布 我们先开主光,主光的位置可以高一些 模仿在高处的自然光 并将它侧拉到9点钟的方向打过来 通过侧打器皿 令陶瓷的正面留下丰富的中间调 并在右侧留下浓重的阴影区 接下来我们打开背景光 背景光加上蜂巢和四叶罩 使光聚焦在背景左三分之一的位置 留有左右灰调的过度 为了让背景稍丰富 所以加上了一条树枝 并裁剪到合适的形状 通过与背景光的结合 将树叶的影投在背景纸上 增强画面的细致度 细心的大家会看到 由于陶瓷器皿的反光性 右半边会反到影棚中的一些杂物 所以最后一步我们在影棚右侧 放置一块黑色的KT板 隔绝反光 通过这样的小举措 使右边的暗部更加干净 规整 通过后期的微调去下 得到这张成品图 对于浅色的产品 想要在白色的底上呈现 大家要记住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尽可能将物品 以白体之间的距离拉远 第二点就是尽量控制背景的大小 这两步都是为了尽量减少背景的反光 而令物品的边缘不够清晰 第三点就是尽可能打有方向的光 让浅色物体的左右慢慢的渐变下去 渐变黑 通过这几点的要领 你就可以在白斗白的画面中得到边缘 清晰的主体 在这次的案例中只用到了两盏灯进行拍摄 难道大家还不赶快练习起来 但在这之前麻烦大家先一键三连 币都投到这里来哦 若没有币的话 点个赞也行啊 我是Solen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不赶快练习起来 但在这次 啊啊啊啊啊